北京国安竟被县级球队淘汰 中国足球史上最大的笑话诞生 来自甘肃省静川县的一支业余球队静川文汇 却在足协杯上上演了超级冷门 估计当年的西红市守护都不敢这么演 在足协杯第二轮比赛中 他们面对北京国安这支国家队 在常规时间内双方战转2比2平 让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 对于业余队来说 将国家队逼成这样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奇迹还在继续 静川文汇门将崔同辉第一个主法 一脚爆肝他将足球射入门框 进球后他面向观众弯腰示意 而之后的一幕才是真正的打脸 崔同辉要防守国安队的金太炎的罚球 一个飞扑将球扑出后 崔同辉左手放在耳边 进宪嘲讽之意 其实任谁也想不到 现实中的崔同辉主业是一名高中老师 特意请假来参加比赛 还被学校扣了130块钱 国安队的金太研发丢了后 静川文汇第五轮出场的马东南 没有再给国安机会 一记创意点球宣告 县级球队创造出一场超级大冷门 被淘汰后的北京国安还愤愤不平 他们找到裁判 要求判罚马东南伟例 这种行为不正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一直由静川县文具店出资 3万元注册的球队 他们中的球员 有的是县里的老师 有的是厨师 却给中国足球一记响亮的巴掌 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 基本上其他都去了 花费2200亿美元的卡塔尔世界杯 中国又担任了重要角色 当然除了中国足球 头顶一块步 全球我最负 作为一个没有球人的国家 卡塔尔用2200亿美元 直接刷新了世界杯预算之最 甚至卡塔尔的花费 都比之前21次世界杯花费总额 加起来都多 而这次的世界杯 除了中国男足没去 其他能去的都去了 三位中国裁判入选世界杯执法名单 马宁 施祥 曹毅三人 也是早早飞到卡塔尔熟悉环境 而马宁的出征卡塔尔 也直接导致北京国安输给了 县级球队竞参文会 除了裁判 卡塔尔直接租进了两只大熊猫 金晶和四海 当金晶和四海抵达卡塔尔的时候 迎接他们的 就是卡塔尔数百万美金 建造的熊猫团馆 当然中国基建也不能少 卡塔尔主场馆 卢塞尔体育馆 无论是设计还是建造 都由中国基建一条龙完成 到底怎样花 才能把2200亿花完 这也成为了卡塔尔当前的难题 于是他们的总策划 大手一挥 建个新城市 用来容纳球迷吃喝出行 于是他们用将近500亿 在沙漠上盖起了一座新的城市 卢塞尔新城 而世界杯所有的比赛产品 都安排到了这个新城 这时候有人就会问了 盖了这么多场馆 世界杯结束后 这些设施怎么办呢 卡塔尔又是大手一挥宣布到 比赛结束后 拆除数百万个座椅 全部绝线出去 这就是中东土豪们的魄力吗 伊藤美城轰出11比0 亚洲杯中国国拼 迎来最强挑战 乒乓球亚洲杯八长赛结果出炉 而陈信彤在八长赛中坦草暴冷 面对印度一节 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 陈信彤连班两局 将比赛拖入第7局生死局 但是最终遗憾落败 伊藤美城则十分幸运 抽到本场比赛最弱对手阿里 因为阿里是业余选手 参加比赛终在体验嘛 而首局伊藤就差点让阿里放弃乒乓球 中国国拼好歹还有让一分的传统 但是伊藤一点面子都不给对手啊 直接打出11比0 之后第三局比赛更加残暴 伊藤用三场11比1送阿里回家 结束了他的乒乓梦 在国拼三大奥运冠军 孙颖莎 陈梦 毛曼玉集体确认的情况下 教练组有意锻炼陈信彤 给了他参赛机会 但是他却没能把握 国拼选人最考验的 就是面对外战选手的输赢了 现在所有的压力 都给到了唯一种子的王逸迪 决赛很大概率 就是他面对伊藤美成了 伊藤状态其实也一般 在小日子国 面对张本智和16岁的妹妹张本美和 伊藤直接被打哭 反观王逸迪 在全景赛他拿下女单 女团双冠 让我们期待 首次参加亚洲杯的王逸迪 带来这座冠军 阿里 我要你 要论乌龙球 绝对没人可以比肩国足 韦诗豪一脚暴力抽策 让足球用一道弧线 成功入门 这一脚世界波 绝对是国足五嘎球 但是如果非要说 这么一脚有什么瑕疵的话 那就是他踢进的是自家的球门 而韦诗豪的神奇表演 还不止于此 面对对手的高压紧逼 韦诗豪一脚回窗后 让球来到了自家的季区 这时候中国后卫上演了 刁钻的脚发 大点给丢了 但是好在 哎呦我去进了 哎呦我去 轻轻的一脚就完成了小角度涮门 梅西斯伊罗看了都直呼内行 除了涮门 中国球员在场上的动作 也充满了想象力 首先倒挂金钩这方面 中国足球没服过谁 而这三名球员 缺少任意一个 都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神奇的一球 不过还好这季倒挂金钩虽然没踢到球 但是也没踢到人 而李建兵的倒挂金钩让队一都懵了 再来看 哇 这也太吓人了 事后被抬走的熊飞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 不知道在养伤症的时间 他是否后悔看上了大冤种式的队友 而中国男足的战术体系也绝对是历史级别的 尤其是在脚球上 这是一个战术脚球 但是好像两个人并没有很好的魔法 这种战术 之前还真是几乎没看到 我觉得还是咱们的小创 充满智慧的中国 这些神奇的一幕 也只能说是为难解说了 中国男足到底让我们承受了多少耻辱 在06年的多哈宴运会上 在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男足对上了老对手伊朗队 而这场比赛却伤害了无数中国球迷的心 来自伊朗队的天才球员伯哈尼 闯入禁区 并且谎过王大雷后 他并没有血门 反而停球在门往前 做出了极具无比性的动作 虽然后面国足满足了劲 成功颁平比分 但最终还是在点球大战中不敌伊朗 本以为这季重重打在中国男足脸上的一球 能让中国男足支持而富裕 但是中国足球却变得越来越没脸没皮了 在2013年国际足球友谊赛 中国男足对上了以纯新人为主力的泰国队 一方是全部主力 对上一方新秀 本以为是一场碾压 但是一开局 中国男足的状态就让人堪忧 冯潇婷在禁区会传门将 一技漫不经心的一脚险些被断球 而最终这也成为了整场比赛的缩影 泰国队在23分钟内连进三球 最终用5比1在中国主场图露了中国男足 现场的中国球迷彻底被中国男足惊怒 除了现场高喊的下课声 赛后愤怒的球迷选择直接包围了男足大巴 要求解散中国男足 而官媒的发文也用上了耻辱的字眼 中国男足踢不过中国女足 这或许真的不是玩笑话 早在东京奥运会经历了惨败和换帅后 女足姑娘们焕发了活力跟生机 在亚洲杯上 中国女足连战连胜 终于在半决赛碰上了对手 整体实力强过中国女足的日本队 而中国队核心王霜也迎商无法上场 但许中国女足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 在第25分钟 日本队植木离子就先拔头筹 很快中国队吴成叔门前强点完成追平 在驾驶阶段植木离子完成梅干二度 本以为中国女足将止步于此 而队长王珊珊最后时刻站了出来 进去内强点破门得分 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 两度落后两度追平 日本队心态终于起了拖拦 最终在顶时大战 中国女足成功迈过了日本队闯入决赛 面对更强的对手韩国队 王霜的步出给姑娘们带来了信心 但是仅仅在上半场 韩国队就连进两球 而下半场面对着落后 中国主帅水晶侠做出坏人调整 于是中国姑娘正式吹响反攻的号角 比赛第67分钟 唐嘉丽一记点球成功破门 仅仅4分钟后 刚刚被替换上场的张丽艳 投球泡门翻评了比分 这一刻 中国姑娘们用坚强勇气和拼搏 收获了成功的果实 在第93分钟 肖玉仪冷静了一记圆角打门 让中国女足实现反超 时隔16年 中国女足再度登顶亚洲为冠军 而中国男足又凭什么能踢得过 如此顽强的中国女足呢